嗨 各位 我是錦川1回復術室的重啟人生 好啦 我說實在的 這部影片我原本完完全全沒有預料到要做 我本來是想說做完新時機跟史萊姆之後就能乖回去講近距了 可是呢 嗯 對 而且當我特別去把原作跟漫畫拿出來翻一翻之後 不得不說發現頗多有趣之處的 OK 那以防有人可能還沒有上稱回復術室的重啟人生 劇情大致上是在講主角預知俑者凱雅爾 他由於在前一周會被與他共同拯救世界的隊友們給瘋狂淋虐到 我講了影片直接不用上的程度 所以說心懷怨恨的他就在打敗魔王的前一刻逮住了機會 使用能力把時間整個倒轉就此展開了他的復仇之旅 本作主打什麼 點進這支影片的觀眾大概都已經心裡有數了 就是 極致邪道 尺度炸裂 瘋狂爽快的龍澳田一世界冒險 尤其是那個尺度呢 更是讓動畫組在選擇動畫畫時 有集體開會熱烈討論到底該怎麼做才有辦法順利播出 也因此在新翻推薦裡面我講到又設不到出來被和諧到不成人形的話 那他大概會瞬間落入到一個超級尬中二少年的自爽故事這樣的狀態 更何況本作又剛好C總王道清改的萌戲畫風雷味更重 但好險實際出來的結果真心算是非常OK的 甚至可以算是半部李帆 只差劇情比例多少還是中了點這樣 而且你們知道 動畫其實已經大過漫畫版的尺度了 只是 對啦 我得承認我已經有快一年以上沒有看過任何一部新出的李帆了 呃 對不起 我對有聲彩色幻燈片真的沒有什麼興趣 但說到有興趣 各位知道我會想到什麼嗎 是的沒錯 日本超人氣動畫 關於我轉身成史萊姆這場是 《魔物之王》的全新版本將在26號重磅上線了 新版本加入了全新的第二季副本全新角色迪亞布羅上線 並且配合即將到來的新年假期遊戲會發布 順便有超香的旗袍密立姆跟近小姐的吉祥新春SP卡 想靠著過年間的好手氣來歐一波的話 記得趕快點擊影片下面的連結來下載遊戲喔 回復術師的整體分局都有高到低差低 還新冥王契約者的程度 而儘管賣肉的品質可能還是拿不到風俗娘還剩橫煉金式的水準 可是 回復術師的目的更多還是滿足利大族群的特殊要求的 是的 本作的重點是主角回頭就像那些他上一週末 把他給徹底玩弄的人復仇 而這些人曾經對他做的是某主角即將回敬他們什麼就非常精彩了 上一輪隊有把他當作寵物括號各種異味上來對待 所以說呢 你能想得到的 或者是你想不到Junkers電視上播出的各種play 劇情都會一一給你演出來 從侍女輪番上陣的健康高蛋白吧檯讓人想起 Euphoria的第六集 到烙鐵根的終極二選一 再到訓練小狗狗甜甜的反正就都是那樣喔 你們知道為了閃躲黃標翔這些代名詞有多辛苦嗎? 總之 抖S調教 自我吹吹 機老大叔 你能想得到的不管有多招 本作一概都會給你呈現在畫面上 除了不倒翁啦 不倒翁後面要是真的出現了 我連我自己都會嚇到 基本上你在作中看到的角色有一半以上他們腦子都有問題 都是一群心靈扭曲的施虐狂喔 而我們的主角自從開啟了二周目之後就變成了其中最可怕的那一個 因為講到這裡 我們得來稍微解釋一下主角的預知能力了 轉生到異世界拿到一個不太主流的能力本身不算太創新 像盾勇瑞靈都這個樣子 只是像恢復術士這樣 呃 如此明目張膽的把一個宇宙級外掛能力 給偽裝成雞肋肺罩的作品 大概也沒幾個就四了 是得沒錯 凱雅爾的回覆能做到的事情 遠遠遠遠遠遠遠不止補血而已 他的治愈就概念上更接近把物品倒回以前的狀態 或者是從更深入的部分去改變東西的本質 而這就很扯了 因為他這樣幾乎等於啥都能做 畢竟改變物品本質是很籠統的一個概念 不管是換臉啊還是剝奪行動能力啊 前面只要接一個改良海改 因為通通都是說的過去的 再加上主角的治愈有一個副作用 是被迫經歷對方受傷的慘痛經驗 所以主角也能用很類似《斯斯科教條》出血效應的方法來偷學走別人的招式 例如劍技之類的 哇 一個三話內逆甜 而活用這一大堆東西 凱雅爾將展開他的復仇大戲 把原本折磨他的罪魁禍首給消除機 變成自己專屬的可愛寵物 把傷害家人的大混蛋信轉移 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神 反正 你知道 享受復仇的爽快感 就是恢復住室這一步的第一大重點 沒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了 原作者月夜淚在漫畫單行本後繼中提到一件我覺得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他說本作並不是那種很傳統的一定要搞得苦大仇生嚴肅的復仇劇 凱雅爾不是為了伸張正義而復仇 他這麼做是出自於一個內心的憤怒跟噁心的情感 而他最終想要的也就是那個大仇得爆的爽快感這樣而已 到劇情比較後面主角身邊又多了一個獸娘妹子後 對這塊劇情也有做一個比較深入的討論喔 他講到如果哪一天該復仇的對象都死光了 你又要怎麼辦呢 主角表示你很正直 會想到這些以後的東西 可是他自己早就把這份正直給留在第一週目了 關於主角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這個因為有蠻多人在討論的 而我得說我個人是覺得 凱雅爾多少還是比較接近一個壞人的領域 只是理所當然 他變成這個樣子肯定也有中間的原因 我們又要去特別質疑他的行為邏輯還道德標準之類的 但在漫畫後面的一個特定的場景 我們還是可以感受到凱雅爾跟其他 也不能算英雄的異世界主角之間決定性的不同喔 當村民們被綁在柱子上當人質的時候 一般主角通常會選擇妥協 是的我相信就連盾勇哥殺他們都會選這個選項 可是凱雅爾的話他就不會這麼做了 因為他知道 就算村民們都死了他以後一定會為他們復仇 OK那最後想來講幾個作品裡面的小小彩蛋 第一主角跟女主的名字凱雅爾 凱雅爾加跟弗雷亞 都分別是取自Final Fantasy裡面的回復咒文以及爆炸咒文的 好啦弗雷亞本身其實用途上算還蠻模糊的 反正你們知道這是一種很強力的黑魔法就對了 相當符合弗雷亞的人設喔 而且我真的要講比起失憶後標準凶大無腦天然呆樣子 他在回想裡面的抖S臭表樣反而才更得我心 第一話裡面講到的Elixir 則是謠傳喝下去可以不老不死的靈藥 跟煉金術中的閒者之石有那麼一點點血緣關係 在Final Fantasy裡面 Elixir也是可以幫玩家把血跟魔一次回滿的貴重道具 嗯 看來月夜類真的是FF的超級大粉絲呢 喔對 以防有人還沒有注意到就是我在影片的六個整點的分鐘數那 都安插了幾個小小的數字給各位當作看完這部影片的獎勵 都對各位這麼好了 也是可以幫我把這部影片給多多分享出去吧 我是銀川 也我們下部影片見